它有造像功能 有時候還可以讓你上網 這隻手機呢跟我大概兩三年了 它是一個iPhone SE 那我想要繼續用它 用到它壞掉 但是今天有一個發表會 就是Google有一個新的手機叫做Pixel 我們等一下看看它的功能是什麼 它有什麼新的科技 如果夠新的話也許我要upgrade 但如果我覺得還好呢 也許這個Pixel就可以賣給大家 那今天不是一個業配影片 而是它是說如果我肯拍一支影片 它就要給我這個手機就對了 Yeah OK Let's go in Let's check it out 是不是很方便啊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不要加洋蔥的德文怎麼說 是不是很方便 真的是非常方便啊 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廣角功能 還有它的Google Assistant AI功能 你看廣角 對對對還有那個辨識功能 你拍什麼地點它就告訴你 你拍的是什麼 智慧鏡頭 智慧鏡頭 就是它拍一個 建築物 拍一個建築物 或建築物 它就可以直接辨識出這什麼東西 對對對 現在會有 欸有耶 看到一個建築物OK 因為我點一下 然後他就告訴我 我們現在在華山 看看這個草皮有沒有辦法 看起來有點像草地 鋼鐵人在教的出來 可以辨識人嗎 他一開始像個小孩子一樣 你跟他久了之後 他會一直學習 學習 我覺得目前蠻屌的 就是那個AI功能 Siri沒辦法翻譯得那麼即時 對 他可能又要透過Google了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Search YouTube 都是Google的 跟他們連結一定是Google比較強 如果今天 Apple跟Google如果發生了 鬧得不愉快 Google說我所有大數據 都不support你的硬體 那我覺得 Apple應該會掛一半 其實它的功能 比我這台相機還要好 OK 對 這台 沒錯 真的嗎 他錄影你錄製完之後 還會自動消除手震很大 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正 他剛剛有說 推出這個無限容量 我覺得非常的猛 然後就可以用最高畫質 可以放到2022年 還可以訪問你一下嗎 可以啊 我最近的就是 他們剛剛在發表會的台上 表演一場短劇 我真的覺得太精彩了 你看 是不是很方便啊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那個男主持人的演技 真的是非常精彩 一定要現場幹 才有辦法感受到那個 微尷尬的氛圍 要真的很快 我要去拿手機了 可以叫Google去嗎 全新的Pixel 3 在這裡嗎 謝謝 教你們玩得開心 謝謝 掰掰 其實蠻重的 如果你比他好那麼多的話 可能就再會了 OK Google 請問現在的天氣如何 現在下雨 有樂裡有鎮雨 氣溫22度 OK 真的在下雨 請問我們現在在哪裡 以下是103台北市大同區 迷畫街宜論72號 金門區 請問明天還會下雨嗎 明天不會下雨 城隍廟 OK 城隍廟就出來了 假設我是個外國人 然後不知道這些產品是什麼 我們看看 他測的出來 測不出來 第三個燈 第三個燈 第三個 OK Golky就出來了 好吧 他不知道溫生蠔是誰 像這個 峽海城隍廟的龜 目前他是蠻有智慧的 讓我好像出國旅遊 比較不太需要一個導遊 現在沒空的英文怎麼說 Busy now 他知不知道這些 很有歷史的文物 到底是什麼 類似啦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是類似的 而且還是超業 這是Google Images 跟他的連結 是 他們是同一個公司 他以為是汽車 Yeah man 陸湖 對啊 陸湖 天母的茉莉漢堡還開著嗎 茉莉漢堡打烊時間為下午9點 請問我吃菜菜會長高嗎 不吃菜會長不高 小孩吃飯飯跑來跑去怎麼辦 這邊有出現一個網站 別怪小孩子 林冠廷幾歲 就是Wiki會出來 老實說 中文介面用的有點卡卡的 OK Google 轉光燈 轉換成英文版 用的順很多 35x2087 答案是73,045 How old is Larry Page? Larry Page is 45 years old How about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was 50 years old when he died in 2009 OK Google 轉光燈 也許英文版多了中文好幾代 Are you smarter or is Siri 但我很確定 這一代最有自信 According to Business Insider Goog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much smarter than Apple's Siri Can you set my alarm? OK for when OK Google Set timer for 5 minutes Sure 5 minutes And we're starting now Google Assistant 關於一些地圖的問題 應該會比Siri強很多 因為Google Maps就是Google的啊 OK Google Find gas stations along the way Showing results for find gas stations along the way along your route 最後的結論呢 就是我的SIM卡應該就會留在這邊 不會再換回來 雖然Android系統啊 就是沒有iOS那麼好用 因為iOS它的強項就是很簡單 Android就需要花一點時間 Apple他們其實是很棒的Hardware 就是硬體設計得很好 軟體是Google設計得好 所以我相信它的連結在未來 一定是它比較強 我很高興這是我第一台的Google Pixel 那...Yeah I'm gonna keep it 對不起大家 你知道什麼是Cyborg嗎 不知道 就是你有看過那個Terminator I'm back Elon Musk之前有說過 我們人類已經是Cyborg We're already a cyborg 在科幻影片的那些Cyborg 那些半機械人啊 可能那個網路就在他們的頭腦裡 但是我們網路是在我們的手上 啊那個溝通非常慢 有兩隻手在脹子 這個超級慢 在螢幕的方式 是有一個螢幕的性能 它會有一個人類的 軟體螢幕 AI真的很進步 但是我是怕它會讓我們停止思考 最爛的一個比喻就是計算機 讓我們不會數學 就是AI已經在某方面比我們聰明 但是之後他們會不會把我們當作他的寵物呢 如果你有超級智能的AI We would be so far below them in intelligence that it would be like a pet A pet,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Like a cat Like a cat 反正我們住在一個很特別的時代 那就祝大家用得愉快